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曾经去过远东去考察旅行 去度假 他有去过中国的 当时如果去过中国有报道访问 他登陆的地方就是上海 但是那时候在1922年的时间 其实中国都没有一个很正式的科学研究 因为那时候还是一个处于萌芽人才培训的阶段 但是很有趣 我又无聊去找一下 原来看回爱因斯坦的行情 他在这次远东之行是有经过香港的 所以我看到爱因斯坦的香港 原来是有小小关有小小故事的 那我就可以拿来放在回忆录上去想象一下 吹吹吹 但是这个问题就牽涉到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五世以来 当时很多的中国知悉分子就邀请外国名人去中国讲学 最著名有两个 一个是罗素 一个是杜威 其实是两条线 杜威那条线是谁呢 就是胡诗 罗素那条线是谁呢 就是梁启超 其实梁启超 这个是大家争的 为什么两个不同派的哲学 但是问题就是爱因斯坦其实当时已经差不多斩暴头角了 虽然他还没去到第一线 但是为什么他去中国的时候 那个影子产生的效果完全不同 杜威和罗素在中国演说的效果呢 这个又要这么说 看当时他的名气学术成就有多大 我们现在看爱因斯坦成就大了 我们用的指标是什么呢 相对论 跟着是罗贝尔掌 他的罗贝尔掌还不是因为相对论 其实他本身的贡献是有好几方面 然后就是说这些贡献你要经过很长时间的洗礼和浸淫 看到他的影响有多深远 就是爱因斯坦说这里是二、三十年代 对他的那个广义相对论初步印证 到今天再经历了另外的 讲一百年的时间 头头尾尾 我们真的知道影响深远谷 所以就会敬重他的功力深厚 另外就算是罗贝尔掌也是 罗贝尔掌由1901年开始班 去到爱因斯坦那个时候才是二十年的时间 就是等于你现在问我 邵逸夫掌是否很厉害 邵逸夫掌也是很厉害的 但是比起罗贝尔掌呢 人家罗贝尔掌颁了一百二十多年了 邵逸夫掌是以两位数字的时间而已 其实当时罗贝尔掌就是一个年轻的奖学 其实就是这样而已 而且班的时候好像觉得 大家一班科学家唯威 这次你拿完到我拿 大家互相识的那个人 事实上也是的 而且他们的创建是很厉害的 就是这么说 整个研究科学研究的世界不是很大 所以你说虽然当时中国在新文化运动的时候 已经是非常重视科学 但是重视科学就是说 重视那种科 其实不小心 是重视那种科学带来的那种科技的进步的成果 讲到不好听些 还是重视科学带来船肩炮利 就是那种很实用的想法来的 其实就是 觉得有科学 我们就船肩炮利了 这样 当然另外高举民主制度就是希望人民精神方面也进步 所以我也觉得新文化运动提倡这些价值很合理 的确是最能够令到民族和国家大力进步的一样东西 但是有这么说 爱因斯坦当时去到中国的时候 是不是他名气是不是少呢? 是不是真的都少呢? 和杜威比是不是真的少很多呢? 在当时是 有感觉 在西方世界这样讲 可能大家就觉得苹果和我产品未必差很远 但是在中国来讲 你又要想一下 在当时的中国人社会 他能够懂得欣赏我们的先生做的人 有你一个先 这个可以讲出一个重点 因为就算罗素去中国呢 他都complain那样东西的 他讲其他比如政治理论、道德那些很多人听的 胡乘东也有去听的 但是他讲到这个数理逻辑是没人明白的 我想除了很少数的可能是 资源任那些会明白的 或者是一两个 但是整体上就是中国当时 对外国的科学知识 包括了数理逻辑 其实都是薄弱 是比日本差的 你可以看回 其实他去上海是经日本去的 是不是两程呢? 是的 他去的时候就是这样的 他首先由1922年 11月初的时候抵达香港 然后就隔多几天去了上海 然后他去了京都 跟着他去完日本之后 他又回回头 第二次去上海和香港 所以是有来有往的 所以又不知道哪里去哪里 那么在那个游戏里面 他已经就是 其实很有趣 这个旅程 这个旅程 其实 发生在100年前 即101年前 照计应该那些东西都通了天 但是原来 这个当时爱因斯坦 用德文 就写下了他整个旅程的日记 但是这个日记 也都因为是一直用德文的关系 也都没有人去留意 没有人用德文 去识德文去看 就没有什么太留意的 还有跟他的科研 关系不是很大 是关乎他自己的私生活 思想那些东西比较多 直到最近有人 将这个文献 译到英文的时候 大家才去 在那个英语世界里 才大量地去报导回 那么其中的报导的角度 就是他对于那些民族 就是那些种族主义的看法 那些这样的 他外面说的一套 和他私下讲的一套有什么分别呢? 就是这些什么 甚至他表达了 他对于中国和日本 两个民族的民族质数的比较 他有写 他有写中国人很骯髒 他就完全不明白 那种男尊女卑 为什么可以是这样 但是说真的 当时的欧洲社会 的男尊女卑也有在 但是他就认为 在中国那里更加离谱 他更加有些事情 就觉得不能理解 然后他就讲日本的文化 他就说很整齐 那些事情就更合理 就很整齐 是吧? 那他可能去那里 他觉得那些招呼企理的 是干净一点 你觉得他去京都 是的 还去京都 原来他来两次的 1922年就一次 在他得到诺贝尔奖之前一年 和1923年 应该是八年 是的 是的 那是很有趣的 为什么又要跟香港有什么关系呢 那其实呢 如果查回那个旋旗 那因为当时1922年 诺贝尔奖的公布呢 就不像得陈志宏做科学新知 那样的 就可以直接在网上 布住 网上就有个时钟倒数 今年的诺贝尔文理学长 还有30秒就公布了 跟着就在那里倒数 跟着在网上 你即时知道 他就看网上的新闻发布 甚至乎那个新闻会都没开开 可能那个网页已经更新了 知道是谁拿 以前不是的 以前那个年代 我还记得 就是说的 都不用很久了 1998年 崔奇拿诺贝尔文理学长的时候 是要打电话去他的办公室等他的 那可能他email都会传他的 崔教授 你刚刚拿了 我们把诺贝尔文理学长给你 崔奇那一刻是去了厌血 所以就接不到电话 回到来才有人说你拿了奖 诺贝尔奖 那有时候有些是时差 因为他不管你在世界上 我记得他睡了觉 是的 睡了觉 是的 接着他说拿了诺贝尔 然后睡了 但是睡不回 那其实没什么意思 也是 是的 那就是他公布的时候 他还在睡觉 就是你计算的时间 因为在瑞典的时间 大约是 大约是早上靠近中午的时间 跟美国西部有过的时差 那可能还没起床的时间 有什么不期呢 是不是 但是那个时代 阿安斯坦的时代 他就是1922年11月9日 去公布这个诺贝尔物理学长 消息公布的话 在那个公布之后 然后呢 阿安斯坦 有 当时 我想他都没有电话 被他坐在旁边 然后通知的时候 最快的方法就是 台长你读新闻 你一定知道的 电报 用电报 那个电报 是要传到他的学校 他所属的单位那里 或者甚至乎 他们周围的新闻机构 发布出去 然后再由那里的人 再找办法去联络回去 另外他也会同时 寄了一封信他 也真的是 有个正式的信 那 阿安斯坦如果看回船期 他1922年的11条9号 他应该在香港 但是那天呢 他是不知道的 當然不知道 是的 因为呢 那个电报 你要去找一下阿安斯坦 他是去了哪里 知道他原来上了船 查回船期 然后要向船 因为船是有去电报收发机的 因为那些游轮的服务就是 其中一个就是 每个游轮都有自己的电报室 其实 现在这个功能就不需要 那你如果没有 你怎样打这个SOK 是的 是的 你要去告诉别人 报你的位置 有没有撞到冰山 船有没有沉 这些东西是要的 就是在海中心的通讯 然后有什么消息 原来就是结果呢 沃安斯坦是去到1922年的11月12日 当他去到上海的时候 才收到这个电报 就说他拿了个贝尔奖 那通常如果我想 他在船上面 是收到这个电报 还没埋案的话 那由船长去宣布 我们这架船里面 有个贵宾 刚刚就拿了你个贝尔奖 然后大家就拍了手 那你想起一个 一些这样的场景 有件事我刚刚看到我想问问你的意见 他的手稿呢 一千三百万美金 给香港的富豪买了 这个我不知道 他的手稿是什么的手稿 是写什么的手稿 他有很多手稿 和人一起写的是相对的手稿 原来诚哥买了 我们有说过 是的 是的 因为你说的是 如果说相对的手稿 我甚至不忘了 是诚哥买了 是吧 诚哥为什么突然间对科学那么有兴趣 不是这么说 他看得明白吗 看不明白 但是他那种 我想他自己都想留名后世 就是对科学有贡献 你看到诚哥是捐了那个基因剪接技术 就是由他赞助的一个项目拿了络貝尔奖 是的 那个项目是由他赞助到他 真是成功拿了络貝尔奖九年时间 那时候诚哥非常开心 就是我想 就是阿脊 我们说到诚哥 你跟他不是很朋友 不是的 但是我认亲戚是他 我认亲戚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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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认亲戚是他 这个人来的 在这里假认亲戚 但是我这么说 我都很真心欣赏一个人 他有这样的眼光 希望去为人民价值也好 或者是科学的贡献也好 他给一个这么大的 我不会说这是一个投资 是真是一个奉献 我会说是一种 但是为什么是这个相对论的手稿呢 我想他都会觉得很厉害的 哇 相对论 不是啊 他很厉害的 因为他这个不是合议相对论 他这个是广义相对论的 是啊 厉害的 是厉害的 那通常这些 当然就会放在一个 就是拿来做一些展览的震款之堡 但是对于你说我们这些后世人来说 你让我拍到一个JPEG image 我已经觉得我就已经够了 就是要有一张纸在那里收藏 你放在我那里就只要我弄坏了 其实就 是 原来他还有一个真是厉害的 爱因斯坦原来不保持手稿 自己不保持 是啊 喂 你看爱因斯坦 陈志鸣做这些这样的方程式研究 陈志鸣都没有保持自己的手稿 你知道吗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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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志鸣都没有保持手稿 哈哈哈哈哈哈 陈志鸣的手稿你都买 今晚有点离谱 你不要找钱太难了 陈志鸣如果想买我的手稿 你不如圆圆圆给钱我 你不要买我的手稿 我当然不会买手稿 我当然不会买手稿 我当然摆住你的手稿 是啊 其实是这样的 你讲这些废话的原因是什么呢 其实是这样的 我自己很认为理论物理学家 包括我曾经学习也是 很着重这一件事就是说 当你找到一个很漂亮 很完整的理论 写到下来的时候 这件事已经是你自己学了 你怎样才好肯定自己掌握了这门 这个你自己创建出来的理论呢 就是你已经可以兇手入白印 重新把武林秘笔写一次出来的 那就是说你先前那些手稿 尤其是很多时候的手稿 我告诉你听 你写完十章 你有九章都是错的 那些东西里面有东西计错了 那些东西是想着扔 真的不要的 就是我不用 就是我不用爱因斯坦这个来做例子 很不幸 但是我要举陈志豪来做例子 就是陈志豪当年做博士论文研究的时候 最后能够写得下我自己的博士论文的东西 当然也都对后世没什么贡献 但是你说哪怕是那些东西呢 要出到那一页纸的东西呢 我后面扔了99张纸 就是因为我计错过很多东西 其实有些东西是想错的 有些东西就是你打了交叉 这页不是的 这页不算的 我要再想一下 我试试这样去调 它是不是有交叉在那裡呢? 它后面这边就有交叉了 是啊 有交叉在那裡 其实它那边在想错了些什么 其实这些东西是不对的 就把那条招牌拿回来 再放出去了 那其实就是 也是同一样这样的东西 其实台长你不要说 你有偷过我的手稿 我记得 是啊 是啊 我在怒了 是啊 多谢你才是 因为我记得我试过 我计算过那条数据出来 后来你怒了 是啊 这个大家也知道了 放了几百年 我相信你那个手稿都值此 还有我记得我那次计完之后 还跟你说 有东西是计不错的 我要再计算一次 是啊 其实这个是 That is life 就是一个 好像爱因斯坦这些人 以我有限的经验 我理解他写这些手稿 为什么不留的原因 就是因为有些 我基本上想过 我觉得不正是错的票要扔 就是那堆这样的东西 但是后世的人就 就算他画过鬼岳符后面 那些人都会吵的 是啊 那这个要是 你知不知道一件事 就是不加索去吃饭 是怎么办的 画幅画找错的 是啊 在餐巾上面 他从来不给钱的嘛 但是在餐厅全部最美的东西都给他 很简单 吃完了 今晚堆完了 画两笔 哎收了 那接着就 接着就会表起他了 是啊 是啊 那些人都很欠缺的 那些人都不知道要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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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 就是我不知道现在的年轻人 可不可以说 他跟他第一任老婆结婚时 他的女儿是送了给人的 是 到最后都找不回 因为没有钱 你放回在爱因斯坦的时空来看 爱因斯坦曾经都说过 他拿了罗贝尔奖之后 他就知道自己终于有奖金 可以给赡养费 是啊 但是是事前说的 事前跟他第一任老婆说 那现在我奖非你 他真是同样说的 我现在要非你 不过呢 我们给赡养费 就是我拿来表奖 就是分一半给你 是啊 那他怎样信心 他肯定自己会拿 不过就不是因为相对论去拿 是因为其他的理由 是啊是啊 那当时他其实是因为光电效应去拿 那样东西他发表了 由他发表到拿 过了十几年时间了 就是1922年拿 但是190几年他已经发表了 但是那一刻他已经是 相对论到很大的创见了 其实就 那其实你想想那一刻 那一刻在一架船上面 其实都是一个 就是那一程旅程呢 我说度假游浮也不是很对的 其实真的是受到邀请去做 就是去做学术事 所以呢 以他这么没钱呢 他不会自己拿钱出来 去搭一架船过来远东那里的 是一定是有 就是比如说在日本那边出钱啊 买了一个船票给他 让他周围可以游到浮啊 然后于是乎你去到每一个地方 也有当地的机构去招呼他啊 那其实就是我又觉得 就是我想因为他在香港的时候 登陆的时间不长啊 那如果不是 我觉得当时为什么香港大学不找呢 那我不知道有没有一些故事 喂 你想一下 Simon Hawking来香港的时候 多虚狠 是啊 喂 你说Simon Hawking 和他那个地位差多弱啊 是啊是啊 是啊 那当地的人是不知火了 我都最简单 就是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东西嘛 是啊是啊 就是都会是的 尤其是相对论 就是你说光电效应 你如果要我今时今日 我现在说我说得出的 但是都抽象了那些东西 但是我觉得这个时空很有趣的 他那一刻在香港 第一时间他下船湾 可能在想着 怎样去飞起他的老婆 接着怎么知道隔多几天之后 就发觉梦想成真 终于有诺貝尔奖拿到了 拿到了 接着就可以去离婚 然后他去到京都那里 其实那个颁奖典礼 是12月的颁奖典礼 但是他去不及了 他那个人已经去了京都 那个时代 如果你想到京都 迫回去瑞典拿奖 你要成40天 是的 是吗 因为只是由船那里一路转过去 所以基本上没有可能去得到 所以我想他那时候 都要回一封电报 就是说我来不了 因为现在去了京都 那样 也都看到去到京都 我也都想起 早几个月的时候 我去了京都大学 你想想一下京都大学那个时候 日本经历过的维生运动 就算在20世纪初 那里已经率先培训了第一批 就是有质素的学生 而这些这样的人 也都准备出去 在那二十多三十年后 在科学界里面 就非常有成就 就已经出了第一批这样的人 所以都非常了不起 那讲一些题目 我们都讲不完的了 那我们留下一次再讲 这个爱因斯坦的游力 就是有些什么的记忆 因为基本上你没有讲他日记里面写些什么 现在还没有 就是我们在这边讲他对于那种 就是中华民族和大和民族的观察 那他也都是在后来的报道里面 最喜欢抓住他这几句话来去讲故事 那我们留下一次再讲 将来再讲好不好 OK 拜拜 拜拜 在这个年代 我们依然坚持自我做好节目 坚拒自我审查 因为我们相信内容有价 而你们的支持就至关重要 请大家订阅梁錦祥工作室patreon 并立刻成为付费会员 守护自由言论 而我们在YouTube频道上的每一支节目 都要麻烦大家记得 按赞、分享、留言和按钟仔呀 感谢大家一直支持梁錦祥工作室节目 杂坡 信尼 我们 пользов来说 一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